上海很多地名啊 来源于一些家庭家族 或者一些人 人名字 很多人名构成了上海的地名 而这个有一条街叫屈西路 屈西路是上海市黄浦区五里桥街道上的 这条路我是以前经常路过 就一直不理解屈西是个什么东西 屈西路原名叫屈真人路 那屈真人是什么呢 是因为这里面有个庙叫屈真人庙 但是这个因庙而修 因庙而得名 那这个太平军曾经是长期的盘踞江南 被乡军扑灭之后呢 很多湖南人就屡击上海 为更好的联络团结屡户同乡 光绪十二年也就是一八八六年 许多这个在湘集上海到台主持下 屈户乡人于斜桥南面修建湖南会馆 光绪十九年 湖南会馆又构进会馆南面的土地 建了一个屈真人庙 由会馆董事会管理 当时庙址共占地五点六亩 黄色围墙 三扇大门 内有楼台大殿 东西花楼 民国的上海县志记载 屈真人庙在斜桥南乙西十五图 前清光绪十九年 屡户乡人 集资建为起神集会之所 盖庙而兼会馆者 所以屈真人庙实际上是湖南会馆 虽名为庙 但是实事是同乡公益会 会籍之所 搞下来 这个地方原来是湖南人 这个喜欢聚集的地方 那屈真人庙供奉的屈真人 是湖南人信仰的道教神仙 相传为女护湖南人的保护神 所以这个屈真人是湖南长沙人 本为军医 长济世领人 活人无数 末后奉为真人 所以这个屈真人 还是一个旧事记名的这样一个医者 医者 那其实这条路来讲 它有些变化 但是基本上这条路 从这个在上海公务局之下 对这个道路进行了现代化的改造 1929年还拓宽了一次 那在1931年公务局审核通过屈真人路路线案 经过数次规划 由一个屈真人庙前的小路 演变成上海南市一条重要的东西向的道路 建设者为上海特别市政府 这个匈真人路确实在1931年之后 还向东进行了延伸 不断的演变当中 整个匈真人路 那逐渐在这样的演变过程之后呢 这条路就变成了现在所说的匈西路 跟真人没有什么关系了 这个匈西路的这个名字更改是在1958年建国后 这个认为这个匈真人这个名字不好 但是呢匈西却跟匈真人没有关系 匈西实际上是浙江省的匈西镇 这就回到上海很多地名呢 其实最终都是用全国各地的名字来起的 所以这个是浙江的一个镇的名字 匈西路 但是确确实实它的远远流长 朔源的话还是匈真人